习亲信先习近平保卫战,王沪宁诡异失踪。 看中国2018年7月20日讯,看中国记者董林山综合报道,被戴河会议召开在即,中共内斗加剧。 在政治传言满天飞之际,习近平亲信力战书赵克制等齐家军掌控的要害部门,紧急掀起一场习近平保卫战。 习近平19日离京,齐贴身大米丁薛三陪同,而被称为习外访时的标配陪同人员王沪宁消失,引发外界猜测。 据中共官媒报道,中共领导人习近平7月19日携夫人彭丽媛离开北京,开始出访阿联酋和非洲四国。 陪同习近平出访非洲的中共官员包括,中办主任丁薛强,外办主任杨洁篪,外长王毅,中国发改委主任何立峰。 王沪宁没有随行,此前曾随习近平参加了多次外事活动的王沪宁是标配随从之一。 近期关于王沪宁的各种传闻不断,自7月4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,王沪宁再也没有露面。 7月12日,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北京召开党的政治建设会议,习近平作出批示,中共政治局委员,中央书记处书记,中央办公厅主任,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委书记丁薛强出席会议。 但是,主管党的政治建设的中共政治局常委,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却没有出席,引发外界强烈关注。 现年62岁的王沪宁,被外界视为中共的首席御用文人,有中共三朝帝师之称,在中共十九大月升为政治局常委,成为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内,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。 中美贸易战开大之前,有台湾媒体刊登社论,引述中共圈内人士的话说,王岐山、刘鹤、汪洋等武士派深知国力疲惫,不堪一战。 但不安实务的党务大员和居心叵测的保守派极力鼓吹民族主义情绪,鼓吹与美国开战。 文章没有点出不安实务的党务大员的名字,但按照中共的内部分工,外界普遍认为是主管中共宣传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。 时政评论员张怀宇认为,从王沪宁走上政治舞台至今的经历来看,他来自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,首先是由曾庆红推荐给江泽民的。 王沪宁成了江泽民的大笔杆子后,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,就是帮江泽民拼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,王沪宁因此被称为江泽民的政治化妆师。 江泽民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最邪恶的政治流氓,曾庆红被认为是江泽民的狗头军师。 能被这两个人看中的人,会是一个什么人? 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时,习近平对人士还没有完全的主导权,王沪宁得以继续留任。 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内,王沪宁为习近平做理论包装,获得习近平认可。 不过中共十九大后,积身于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,却意外没有接替刘云山的中央党校校长兼职,这一职务由习近平的清华校友,政治局委员,中组部长陈希兼任。 评论指,这说明王沪宁并未得到习近平的完全信任。 对于这次王沪宁缺席政治推进会,海外时评价陈破空在自媒体表示,这个会议是有关王沪宁补尿的一个引证。 据陈破空研究,中共十九大后的半年多里,王沪宁成了中共七名常委中,除习近平之外,露脸最多,风头最剑的政治局常委。 比如,世界政党大会,世界互联网大会,红传精神座谈会,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活动,金正门两次访华等,王沪宁都成为登场要角。 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,习近平原弹致辞,两会讲话,纪念马克思大会讲话等,都是王沪宁精心炮制的作品。 但是,最近没有王沪宁公开露面的报道,很不寻常。 中南海最新的动向,可能是针对王沪宁开展的新军策行动。 近期,北京政治流言横飞,社交媒体上广传中共高层权斗的消息,甚至包括中共元老向习近平发难。 随后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吴战书,公安部部长赵克志。 先后发表讲话,要求中共官员拥护习核心及其权威。 7月16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集体学习,委员长吴战书要求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,定于一尊的权威。 7月18日,赵克志主持召开中共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时说,也引用了栗战书的最后这段话。 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是中共的首要任务,也是公安机关最大的政治,最大的大局,他再次要求公安机关维护习核心,习权威。 7月19日,中共国务委员,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给公安部直属机关讲课时,在两千多次的讲话中,九次提到习近平,要求公安部维护习核心,汉卫习核心,与习核心保持一致等,并说这是根本政治要求。 自中共高层之后,广东官场亦强调加强政治建设。 7月19日,广东省政府党组举行会议,广东省委书记马兴瑞主持会议时强调,坚决维护习核心地位,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。 香港《苹果日报》19日发表评论文章称,在倒习传闻满天飞之际,习近平亲信要一再发起定于一尊运动,正说明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并不稳固,还未摆平中共各大权贵家族。 《苹果日报》19日发表评论文章称,未经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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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章称也许文章称,未经许文章称。